石油是一种重要的能源和工业原料 被广泛用于交通运输、农业制造业、化工等领域 然而随着人类对石油的开采和食用 人们开始关注石油资源是否会枯竭 以及如果枯竭会对环境和经济造成什么影响 以下是对石油何时会用完的详细分析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石油资源的储量和开采情况 据估计全球已探明的石油储量约为247亿吨 而每年全球石油开采量约为35亿吨 因此有些人认为 这个储量大约在80年左右就会被消耗殆尽 然而这个估算并没有考虑到未来 的石油勘探和开采技术的进步 以及为勘探地区可能存在的未知储量 其次我们需要考虑石油资源的可持续性问题 虽然石油是一种非可再生资源 但它的可持续性取决于人类对石油 的开采和使用是否在合理范围内 如果人类能够合理利用现有资源 避免过度开采和浪费 那么石油资源的可持续性是可以得到保障的 同时随着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技术的不断发展 未来人们可以逐步减少对石油资源的依赖 从而保证资源的可持续性 然而未来也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 可能会影响石油资源的供应和价格 例如地区冲突政治风险自然灾害等都可能对石油生产和供应造成影响 此外随着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不断加剧 一些国家可能会逐步转向更加清洁的能源 如太阳能风能等这也会减少对石油的依赖 综合来看虽然石油资源不是无限的 但它在未来很长时间内仍然僵势 人类能源和工业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人类对资源利用方式的改变 我们有可能更好的保护环境 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同时我们也需要采取积极的措施 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挑战和风险 确保石油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可持续发展 总之石油资源的枯竭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需要考虑多个因素 虽然我们无法确定石油何时会用完 但通过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人类智慧的发挥 我们相信可以找到更好的 解决方案来应对未来的挑战 同时我们也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加强合作和交流 共同推动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实现